我是要跟妳說,妳的那個募款帳號開到現在 現在已經988萬 我們都還沒開始 那名廣告怎麼會有捲捲 已經鋪在臉書上了 我了,大概幾個小時就988萬 要歡迎大家多多抖 我說謝謝大家 如果猴友宜沒有換成郭台銘的話 如果猴友宜沒有換成郭台銘的話 那就是跟柯文哲一起下去 我心裡很清楚 我相信你們心裡很清楚 甚至到歷史的軌跡 那心得最後一定會有43%到44% 至少43%到44% 猴友宜跟柯文哲 我跟你講一件事情沒有一個人可以逃過43% 我就直接老實講了 他們倆一起選就一起下去 因為我這兩天看到我就已經有講了 既然一起下去的話 那我們就遵從自己的心意 我們就投給柯文哲 反正要一起講去嘛 就一起死 那這邊是倒極性 如果郭台銘當選的話 初選贏的話 他是五黨籍身份初選贏 那柯文哲可以坐下來跟他談 那他們其實退下來談 因為我跟你講啦 那個 郭董也不會退啦 可是郭董至少 名句柯文哲的力量的話 他選一定贏 100% 一定贏 因為這是年輕人對民進黨真的是 我招快招快飆出來了 就是有夠不爽 就是超級不爽 我今天好友宜 我就是硬要選 你有那麼缺嗎 你有那麼缺這個制度 問一下童聲 因為我們剛剛前面有講了幾份民調 包含在這個TVBS 然後還有包含在這個聯合報的民調 現在看起來原本大家以為說 侯市長他好像被正式徵召之後 會不會有這種慶祝行情 可是以剛剛這兩分看 他好像都是有略微下降幾個百分點 那我想問一下童聲 你自己怎麼觀察現在這個總統大選 這個民調非常的正常 就是他的投友宜往下降是非常正常的 因為就是 其實就是郭台銘的票跑去支持柯文哲了嘛 那最後會不會歸隊我先不講 因為我就是其中一票 不好意思 我的觀眾非常多 我的觀眾非常多支持郭台銘的都堵爛 都堵爛 就是跑去投給 就是民調他們是做給柯文哲啦 可是我說就以這份數據來說 因為這份數據是最近做的嗎 今天早上有選擇 聯合帽子辦的 那應該 今天做不代表 就是今天的不代表是今天做嘛 他可能蠻早以前的 因為我覺得非常不準啦 因為柯文哲往下一趴嘛對不對 對 非常不準啦 因為基本上 因為基本上 侯友宜的票往下降是可以預期的啦 因為 我老實講 我們年輕人對他的看法 第一個就是他真的太熟了 他真的 他真的太溫和了 他真的是 什麼都不講 我覺得最重要的包括那個能源政策 兩岸政策 他不像郭台銘那麼明顯 我跟你講 郭台銘會失言沒錯 郭台銘會講的比較 比較 他至少敢提出來 我覺得 像柯文哲也很常失言啦 我覺得至少你要敢提出來 大學就覺得說 喔原來你是有願景的 你是有想法的 你是有一些東西的 我覺得反而是郭台銘 在最後的五月的 五月初到中那個階段 他們在五月十七號做民調前的那個階段 他的民調是暴衝的 他就是因為敢衝敢講他的民調暴衝 他的民調暴衝最明顯的一階段就是他打那個BNT嘛 就他沒選上 他出選沒選贏 這個事情就沒了嘛 大小姐事件嘛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所以就是非常可惜就是 不然現在因為木已成舟嘛 那現在結果我也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侯友宜沒有換成郭台銘的話 如果侯友宜沒有換成郭台銘的話 那就是跟柯文哲一起下去 我心裡很清楚 我相信你們心裡也很清楚 雖然說你們為了要 雖然說你們可能為了 為了要支持柯文哲 你們必須要講說 喔我們有機會 我們有機會 可是我知道一件事情是木已成舟 因為賴清德選到後面 那個民調都不準了 因為那個民調很多反串載 你知道我跟妳講 反串載 我有接過一個民調 我那時候剛好在開spot 我接起來民調 我接起來他問我說支持 反正也是說問我是誰 我說我都唯一支持韓國瑜 別再吵了 別再打過來了 所以就是 很多反善仔 因為我爸媽接民調 也就是說愛反串 真的我沒騙你 我爸媽接起來民調 就在反串 因為我爸媽這次都是 啊我直接講啦 我媽支持郭台銘啦 我爸支持侯友宜啦 反正他們接起來就在反串啦 都在互相反串 反正就是很煩 反正就是 基本上民調 這個民調看看就好 反正基本上賴清德 我可以跟大家講 按照歷史的 那個軌跡 賴清德一定最後 最後一定會有43%到44% 至少43%到44% 侯友宜跟柯文哲 我跟你講一件事情 沒有一個人可以超過43% 我就直接老實講了 他們兩個一起選就一起下去 那我覺得這是非常可惜的是 沒有請到郭台銘 因為 郭台銘已經 我跟你講啦 這就是 人就是這樣子 郭台銘 郭台銘那時候也是覺得 會是他你知道嗎 所以他的話就已經放出來 他就說 我這次一定支持侯友宜 所以 他至少 你面上 我跟你講他心情一定超不爽 我可以理解我完全可以理解 他心情一定超不爽 他跟朱綠人一定都拒接朱綠人的電話 一定都拒接侯友的電話 一定都 吃一吃在罵他們 可是他 明面上他不能夠 離開國民黨 所以他不可能 他不可能明面上支持柯文哲 所以這次我跟你講就是一起下去 那就一起下去就一起下去 因為我 我這兩天開台我就已經有講了 既然一起下去的話 那我們就遵從自己的心意 我們就投給柯文哲 反正要一起下去嘛 就一起死 那邊戲到底戲 我真的很不爽是 當然 這個還是需要說 柯文哲去退一步啦 就是 如果郭台銘當選的話 初選贏的話 他是武黨籍身份初選贏 那柯文哲可以坐下來跟他談 那他們其實退下來談 因為我跟你講啦 那個 郭董也不會退啦 可是郭董至少 明具柯文哲的力量 他選一定贏 100%一定贏 因為就是 年輕人對民進黨真的是 我招快都快標出來了 就是有夠不爽 就是 超級不爽 就是 所以 到了今天這個地步了 年輕人絕對會 因為年輕人 大家都知道侯友宜沒機會了 我們都是 全部都轉投柯文哲 所以這個 這個民調我這個詞保留態度 因為 我真的 全部人都翻得很到柯文哲 可是我跟你講柯文哲再怎麼翻 就是30%的水準 他不可能到40% 因為國民黨有基本盤 所以最後呢 就是我們常常講的那個 統計學上面的 就是很常出現的 叫做三角度就是334 就是賴清德會是4 然後 柯文哲跟侯友宜會是3 那最後就一起下去 恭喜 反正 沒有恭喜啊 我沒差 我真的沒差 因為 我 我這兩天才在時光上講啊 我就問我觀眾說 你們覺得賴清德當選 那誰會當行政院長 他們想說 欸 統神是誰啊 你覺得是誰 我說我覺得會是陳時中 你那陳時中去當行政院長 你受了兩嗎 啊受不了啊 那你誰讓他當啊 衰尾啊 真的是衰尾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那個時候那個陳時中啊 我看他 我就覺得他的得票率 我跟保持你講 我那時候覺得說 當然蔣旺安一定低嘛 我那時候說蔣旺安應該是 蔣旺安至少不會低於 那個丁守中的40.82 所以我覺得蔣旺安的得票數是4142 所以他最後果然是42 然後我那時候說 陳時中跟黃珊珊 陳時中會比黃珊珊高一點 可是應該差不了多少 結果沒想到最後陳時中還有3334啊 台北市耶 台北市耶 陳時中還有3334耶 那你覺得全台灣賴清德會有幾%啊 反正我跟你講啦事情到這個地步了 如果到時候大家 你們要自己幹 那如果到時候陳時中是陳時中 那大家自己負責 我沒差 我真的沒差啊 反正我錢賺了很多啊 我也沒差啊 你們要受苦你們自己受難啊 今天人生就是這樣子 明明就知道賴清德這個爛咖 明明就知道要讓他下來 沒有人要各退一步 大家就想要藏著 我今天侯友宜我就是硬要選 你有那麼缺嗎 你有那麼缺這次嗎 不過我跟你講 我也是自從侯友宜要選總統的時候 我才上網查他說原來他今年也65歲了 我以為 我真的以為侯友宜才五字頭尾 因為我看他蠻年輕的 我以為他才五字頭尾 我想說你不能忍一戒嗎 結果我上網查才發現他已經65歲了 然後柯碧還比他小 柯碧好像才63 柯碧好像才63 所以我也是事後才知道說 原來侯友宜已經65了 他也是有這個需要 那就沒辦法了 你今天要讓大家一起死 那我們就一起死 就這麼簡單